進入新能源時代 觀眾朋友 你準備好了嗎 純電話相信是未來的趨勢 而且電動的浪潮 矽減全球 而不論是油電車 或者是電動車 到底哪一款車 是比較適合你的呢 今晚夢想 今天要帶著大家 進入純電的新世代 而且我們要為大家來解析 你人生中的第一款純電車 應該要怎麼選 我們首先先來看看 交通部有一份統計 如果進入了這個新能源的時代 台灣人對於油電車 甚至於是電動車的接受度 值是滿高的 對 其實今年國內新車 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有稍微的年減 有減少一點點的一個趨勢 不過很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看到油電車 以及電動車 就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逆勢成長 沒錯 那我認為這個其實是一個 消費型態的一個轉換 其實就以很單純的電動車來說 大家的接受度提升 不管是公共建設 充電樁的佈局 還有車廠的很多的操作行銷 都慢慢的越來越能夠 符合消費者用車的需求 特別是在油電車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數字 其實從二零一六年開始 這兩種車種的銷售數字 是節節高深 那雖然我們看到二零二零之後 好像有下滑 不過這其實是二零二一的上半年而已 那其實以數據來講 在上半年 光電動車的領排 就已經來到三千六百六十九台 已經是年增率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真的表現非常的不錯 那對於整體車市而言 電動車當然除了過去的大宗 Tesla有過今年第二季 可能有超過一千五百台以上的成績之外 各家的車廠 包含像豪華品牌 雙BBNW 甚至是保時街 那一般的品牌 也慢慢陸續推出更多的新車 來迎合市場 那我認為特別是在一百品牌的部分 這些新能源車 慢慢降低入手的門檻 讓大家可能過去在 覺得油電車或者是電動車 是一個高不可攀的一個價格帶 但是現在其實跟你燃油車的購買的價格 其實已經差不多 你能夠享受到的是另外一種 更新型態的能源形式 那如果以油電車來說 當然以豐田集團為大宗 特別是今年還有Goroa Cross 甚至Goroa Cross Gio Sport 這些都有Hybrid車種的加入 所以表現越來越好 那特別在這種新能源的部分 我覺得有兩個品牌蠻特別 就是不單單只是導入電動車 這麼單純 一個當然像是Lexus 不斷在推出他們很多 可能晴含料車 可能有Plugin Hybrid這些 很多的佈局 那現代同樣也是油電汽油 然後純電動車 在可接受的門檻之內 慢慢佈局更多的車種 讓消費者選擇 我覺得對於新能源的汽車市場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現在已經來到2021年的第四季了 大家一定會發現 各家車廠 不論是推新車 或者是說年式更新的車款 都會配上了48伏的 輕型負荷動力來做搭配 甚至於現在有更多的 這個Hybrid車款 也搭配了這個所謂的小 就是排量小 而且渦輪化的車款 對不對 易福 沒錯 現在因為排污法規越來越嚴格 不僅你要省油 排污也要低 所以現在每一家車廠都很努力的 朝兩個引擎的形式方向去走 第一個就是 down sizing的小排氣量渦輪引擎 因為你排氣量小 你需要的燃料比較小 會比較省油 而且引擎比較輕 然後車子也比較省油 可是因為你排氣量縮小 你動力就會有所影響 所以這時候搭配渦輪增壓 就可以讓你可以省油 同時你的動力 又可以媲美像大排氣量 這樣的表現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常見的Hybrid 有點混合引擎了 他組合方式就是 一般的燃油引擎 搭電動馬達的方式 電動馬達就可以在低速 或是中速的時候 可以純電行駛 像引擎不太吃油的狀態之下 自然也會很省油 所以以上這個兩種 就是目前車廠比較多 採用的引擎形式 因為現在大家會發現說 新的車款 如果說是渦輪搭配了油電 它不只可以兼具節能 還可以兼具性能 那現在市場上面出現了一款 兩百萬之內 你唯一可以買到的 也就是渦輪的油電 這款Centafate Turbo Hybrid 乃哥帶我們來看看 它不只是Turbo Hybrid的動力形式 更重要一點 它還是可以七人座的選擇 我跟你講 你叫我來介紹這台車 真的找對人 怎麼說 你知道從以前開始 我就覺得 韓國不只歐巴帥 他的車都很帥 更帥 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跟你講 除了他在車體開始 都用高張性的鋼板的時候 高強度的鋼板之後 我就說他的品質一直大躍身 這幾年我們都可以看到成績 這台車我跟妳講 我覺得他除了是非常 感覺非常好的車之外 我覺得他還跨了現在 大概兩個世代以後的車 對 尤其是在車頭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這麼大膽的設計嗎 你近看就會發現 他其實都是立體的 對不對 他每一塊都是立體的 其實我覺得 這一個就是一個什麼 其實我覺得最早 大概從日本的高級車開始 會在車頭上做這樣子的立體設計 其實韓國車在美學上面也做了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結合了更大膽的東西 就是他的大燈 他的大燈 好酷 因為他雖然是採用分離式的頭燈設計 可是你看他的日行燈 他已經貫穿到下面 沒錯 到底是怎麼樣設計的 好特別喔 對 他的整個線條是不是就是這樣貫穿下去 對 不只這個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後面 也是同樣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我們開始慢慢從車頭往旁邊走 往車的後面走 來 我們看到 他這個輪圈好特別 非常特別對不對 對 他是五星式的 可是中間的面積型 面盤很大對不對 而且你一看會覺得 這個好像比較SUV型 而且有點像未來車 對 車輪圈 不要忘記 他本來就是一個屬於 Santafe就是屬於一台SUV 所以他用了這樣子的輪圈設計 我覺得是恰如其分 而且 你再看這個車門靶 車門靶的材質 跟他的配色 他其實是雙色這樣配色 對 所以你只是一看會覺得說 是車門靶 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以為是在家裡的一個擺件 你看有沒有 一個擺件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說在細節上 他不怕你遠看 你近看 你也挑不到太多的毛病 你知道嗎 連車領架 他一樣跟你的那個社群的地方 完全搭配 同樣一起呼應的 還有門靶也是 一直過來對不對 我覺得精采的地方也在後面 好 一般車子最難設計的地方 其實就在車尾 為什麼 靠比較大一點的SUV車尾會很笨重 最難設計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一樣用車頭方面的設計 用貫穿式的車尾燈 對 直接把你這個龐大的身軀 又再把視覺集中在中間 他原來是貫穿式的 對 你別看他這樣 然後一樣是LED的這個燈型 跟車頭的那個燈有點像 對 然後注意看 反光片 再加上下面的這個飾板 他用堆層的方式 他就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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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視覺又開始集中在中間 集中在中間 所以你看 一台SUV我們最怕 尤其七人座 最怕的是後面極度的呆板 但是這樣子一看 你會以為說你走在的是什麼 一個好像義大利 歐洲設計的一個很棒的 一個車輛的旁邊 而且增加一些流線感 我們先讓觀眾朋友知道一下 他的車格的大小 他大概也有將近四米八的車長 對不對 那他的軸距也將近要到兩米八 兩米八 兩米七多 所以他能夠塞進第三台 對 講到這個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空間好了 電動尾門 電動尾門 一定要嗎 你看 這個空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第三排空間 我們這個是七人座 所以如果你把它收納起來的話 這個整個空間 足足可以到達五百七十一公升 就是比一般的中型SUV要再大一些 因為五百七十一 一般中型的大概五百二 五百三 沒錯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空間還滿足夠 如果你有更大的需求 別忘記Santa Fe 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五人座設計 對 他的空間就可以 所以如果我 我可以選五人 或者是我可以選七人 沒錯 那如果選五人 表示我後面行李箱空間更大 可以到七百八十一公升 而且是在五人座的情況底下 七百八十一 七百八十 七百八十 應該是七百八十二公升 他的前座只要往前移 一些些 最大的容量可以到七百八十二公升 所以以這個車格來說 四米八的車廠 但是有這麼大的容量 對 實在不簡單 還有這個你看 我很喜歡看一個車廠設計的名牌 他還告訴你它是Turbo Hybrid 這就是它另外一個特點 然後Santa Fe旁邊還說這個 這個好好看 Santa Fe的一個地標的符號碼 這個車上一代就已經有這一個 所以你從後面看你會覺得說 光是這車名就很豐富 對Turbo還是紅色 Turbo還紅色的 對 其實我覺得 我們既然降到空間 我們就要來看看乘坐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在這個部分 是的 好 我幫大家坐進車內感受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第二排很舒服 我先說椅子有沒有很舒服 好高質感 我跟你講這個椅子 是我坐過少見很舒服 因為它可以 它的高度一直到我的肩膀 它的支撐很夠對不對 而且厚度 對不對 有沒有感覺 還有它有靈格紋 對 而且這個靈格紋 躺下去是有感覺的 它是真的很立體 不只那邊有靈格紋 其實它車門都有 有沒有 我跟你講 有一些號稱德國很高級的車 這都沒有 也是 除了這個空間 因為像冠宜你比較嬌小 所以你知道它空間還可以變化 因為它第二排就可以前後懷疑 第二排也可以前後懷疑 對 好 你可以試試看 好 有沒有 懷疑的空間是不是很大 其實你買過 我還可以到更前面 你看 有沒有 所以它可以增加行李箱的空間 然後後面 對 你看 所以五人坐的時候 你說行李箱空間可以到五百七十幾公升 可以到七百八十二公升 就是我滑到比較前面 七百八十二 那如果正常坐的話 可以到五百 五百七十一公升 我了解了 它坐得可以前後懷疑 椅面也可以調整 椅面也可以調整 椅背可以調整 它可以到 坐到這麼挺 對 然後呢 也可以非常緊接 多段調整 對 你可以說 需要休息的時候 我可以到這麼躺 觀眾朋友 你都快看不到我了 因為我已經躲在這個柱子的後面了 對 所以很多的SUV 可能差不多尺寸四米六的 五人坐的 可能就沒有這樣子高的傾斜角度 沒錯 它的傾斜角度 的確是可以調整很多 那冠英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這樣子 我們第三排要怎麼上 第三排啊 要怎麼上 好 你先坐到旁邊去 好 好 我們這樣子 其實它有兩個機構 一個在椅背上 一個就在這邊 我再按一下 它是一鍵往前滑 對 有沒有 這個地方也有就對了 對 椅背上跟椅墊下 都有一個 為什麼呢 其實椅背可以讓第三排 自己就可以進出 然後我只要歸位 也是輕輕一滑 輕輕一滑是不是就歸位了 對 而且你如果還要下來的話 它還有更尊榮的東西 什麼 一般 什麼雙 不是 德國高級車 可能都沒有 什麼 如果前面這一個座位是坐我 我喜歡坐很後面 這時候我下車不理你的時候 你有辦法 不用把我叫回來 你直接按 它椅背上會有兩個按鍵 有 我看到激光了 在這裡 你看 你按一下 我按一下 你看 它還可以自動調整 對 而且它還可以整個椅子往前 也可以 這樣子 你是不是就是更尊貴 是的 而且你看 它這邊其實還有兩個充電孔 然後這個後座的地方 出風口 它也有出風口 而且細節都做得非常好 重點我現在坐在正中間 第二個位置 就是中間位置 它很平整 它的柏領也是非常平的 而且你有發現 它的第二排有一個比較特色的地方 因為你剛剛坐的中間 我就順便講 它的寬度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你說寬度是跟我跟兩旁的人 對 它的寬度好到什麼 你只要看到前座椅 它甚至在椅 這個B柱跟椅面中間 我一個拳頭都可以過去 了解 所以它寬度非常舒服 但是我覺得最精采的 還是在它的架座 前座對不對 因為其實後座空間 已經讓人非常滿意了 前面有哪一些黑客景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 乃哥 你說最精采的是在 駕駛座的部分嗎 我刻意把它留到最後 首先你先摸這個方向盤 這個方向盤 你就皮質的包覆 對 圓的嘛 對 圓廢話 當然是圓的 你按上面的按鈕 按上面的按鈕 怎麼... 有感覺齁 知道我想講什麼嗎 一般的按鈕 實體的按鈕 按下去它會有卡 然後就是很塑料感 它回彈沒有... 好像很綿密對不對 對 按照出身的羊毛上面 對 對 好像有那Couchon的感覺 歐洲高級車才有 搞不好都還沒... 對 還比不上 再來喔 我要你再看看旋轉這一個按鈕 這個嗎 對 這個Drive mode 它有很多模式嘛 對 就是你行車的切換模式 有感覺嗎 你知道我想表達什麼嗎 你看都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而且它那回彈的感覺 對 有沒有讓你覺得高級車 有齁 有一些高級車還不見得坐著嗎 對 還不見得 這一個是它的排檔 已經變成按鍵式 但是我告訴你 你再把這一個蓋板蓋上去 這個蓋板 有什麼玄機嗎 好像沒什麼 這是最基本的 你懂我的感覺嗎 完全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那個 接合的那種 一聲的那個震動感都沒有 對不對 很多豪華車不見得 好像是溪入式的 有沒有感覺 觀眾朋友 你們不知道可不可以 透過畫面看到 去展示店看 就知道我要跟大家講的 真的好像溪入式的感覺 沒想到你一個 龐然大物的男人 這麼細緻 對 會在一種小細節 因為我就說 這車真的好到 你只能說讚 你再發動一下 發動引擎吧 發動引擎一下 好 我有發動嗎 它是油電的 所以它已經發動 完全沒有抖動 它好安靜喔 我要你發動 不是要看它12點幾的螢幕 跟這個中控台 這不是我要 你看我把這個風扇 攝影師有沒有聽到聲音 很安靜對不對 這個真的 老師來自等級的 你感覺它是直流風扇 有沒有 某知名家電直流風扇的那種 基本上我一進車 如果說你調整Auto 它就讚 對 可是你看我都調到了 這樣子 它好柔順 很柔順 這個就應該是高級車 而且還不止這樣 這裡 這裡怎麼了 你看我的手 你環保的 對 其實它還有一些空間在這邊 包括了USB的充電座在這邊 我的意思是說 它結合了什麼 你印象中高級的MPV 高級的房車 高級的一切的東西 在這邊你可能看到的東西 你會覺得它價值大概多少 三百萬 你會覺得誇張嗎 超過三百萬 因為 然後再抬頭看 觸感 你抬頭 再摸一下這個 你沒有講 我沒有發現 它連頂門都這麼講究 所以我就跟你說 我為什麼那麼推薦 韓國製造的車子 它在設計跟細節 我跟你講 已經改變了 對啊 好令人驚訝 而且光看這些質感 就很精采了 就值得了 是 我跟你講這就是Santa Fe的價值